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象一下 当你出去散步 突然发现你间 能让你瞬间成为百万富翁的生物 你会怎么样呢 你好 我是阿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9个世界上最昂贵的野外生物 黑风头鹦鹉 这不是B图 黑风头鹦鹉是一种真实存在 非常昂贵的鸟 生活在澳大利亚附近的岛屿 也是那里最古老的 风头鹦鹉屋种 它是第一个生活在这个大陆北部的屋中 那么也许就是因为它悠久的历史 黑风头鹦鹉算是一个相当任性 而且还有着非常恶劣性格的生物 它们很难被驯服在笼子里 即使是训练中的一个小错误 也足以让这只鸟变得好兜 愤怒的乱飞乱跳 此外 就像所有风头鹦鹉一样 这些黑色的鸟 报复性都很强 如果你伤害了它们 它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你也不能强迫性的把这只动物 硬关在笼子里 因为它一定会用它们锋利的牙齿 把山蓝咬开 那么这个世界上 其实只剩下非常少数的黑风头鹦鹉 所以想要在野外发现这种鹦鹉 已经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黑市上 它们的价格高达了 1万6千美元 龙鱼 地球上最古老的鱼类之一 龙鱼或亚洲龙鱼 在侏罗纪时期 就已经出现在我们的星球上 如今在亚洲 这种鱼被认为是吸引财富的法宝 显然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会变得这么贵的原因 一些物种的价格 特别是红色龙鱼 一只可是随时会达到数万美元 由于红龙鱼被列为 冰尾物种 这种鱼的交易因此受到限制 有谣言在网上说 成年的标本会被指入一种特殊的微芯片 其中会包含关于这种鱼 在核石核地生长的详细信息 还有雅值者的名字 甚至整个谱系 这条鱼的主人必须有所有权的证明 才能确认起购买的合法性 白狮 长期以来 人们认为白狮子 只是南非美丽传说中的虚构动物 当时关于这种动物的首次科学观察 曾发表于1900年 但从那时起 人们就几乎没再见到白狮子了 直到1975年 才在瓦提森林自然保护区 发现了一头白狮子的幼宰 有一种假设是大约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白狮生活在无边无际的雪原沙漠中 所以它们就获得了这种雪白的颜色 作为狩猎死的伪装 如今 世界各地的动物眼和自然保护区 生活着只有不超过300头的白狮子 在野外 它们存活的机会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因为白狮子太过鲜艳 不适合捕猎 也容易受到人类的攻击 这种动物真的很珍贵 一头白狮子的幼宰 可以卖到10万美元左右 如果你见过一只这种猴子 你就绝对不会忘记它 因为德士长猴猴看起来就像老爷爷的猴子 不管它的年龄多大 它都有着一副滑稽的白狮子 浓浓的红眉毛 或者更切切的说是月牙形状的眉毛 而且带着非常忧郁的眼神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位非常疲惫的武术老师 在野外 这些林长木动物生活在非洲南部 尽管平常就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 但德士长猴猴就是善于躲在树叶里 如果有必要 它们可以移动不动地融入周围的环境 尽管它们有伪装的技巧 但它们仍然还是会被非法猎人抓住 有时还会被逼在笼子中繁殖 每只德士长猴猴的价值超过7000美元 彩虹巨嘴鸟 一个巨大彩色的鸟会 胸前鲜艳的羽毛 和一个听起来像感冒青蛙混合起来的叫声 这种鸟主要以水果为食 只有必要时才以棍虫 青蛙或是其他小动物为食 一个偶然发现彩虹巨嘴鸟 并决定卖掉它的人 可以赚到4000美元 要注意的是 当地警方可不喜欢这个主意 阿拉伯马 它们是最古老和最受欢迎的 成奇马品种之一 阿拉伯马因其美丽 速度和耐力而闻名世界 早在古代2500年前 就已经出现第一批阿拉伯马了 今天它们主要用于赛马和骑马 有时候用于业移马术运动 此外阿拉伯马非常漂亮 这意味着它们会经常出现在电影中 拍摄各式各样的节目 而且一点也不便宜 主一批这种马需要花3万美元 顺便提一下 历史上最贵的阿拉伯马叫Pedron 在1984年以1100万美元收出 血猴 这种世界上最仿动的猴子 价值至少3000美元 这些林长类动物生活在日本的森林里 能忍受非常寒冷的冬天 在特别寒冷的日子 血猴会选择坐在较为温暖的水里 但当它们外出密室时 它们会因为湿漉漉的毛发而冻得更厉害 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会使用一种 直斑制度来喂食 像是全员坐在水里 而两名被指定的毛发干燥的可怜血猴 必须出外选密食物 最近这些动物被猎入寡计说宝物物种 西马尼乌鸡 为什么鸡也可以这么贵呢 它是西马尼乌鸡 是一种罕见的印尼黑色品种 这种独特的鸡 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黑色的 从顶部羽毛开始到脚为止 甚至它们的内脏都是黑色的 这种不寻常的效果 是由于母鸡的血液中存在一种显性基因 这种基因会导致色素沉着 所以整个身体看起来就是黑色 这个品种是如此的独特和罕见 在印度尼西亚 这种鸡大约200美元 那么在其他国家 它的价格甚至可以达到几千美元 所以在美国 这种鸡可以卖到2500美元 而且这还不是最高价 盘羊 由于它们美丽的脚长达190厘米 体型巨大 因此盘羊被认为是最大的野生羊种 这些动物被认为是 并临结种的物种 也就是因为偷猎者的捕猎 盘羊从它们的永久 七喜地流离失所 这样的事实 导致盘羊的数量每年都在减少 因此它们的价格也在增长 根据一些信息 一只幼年盘羊 价格就已经达到数千美元 而一只成年盘羊 在黑色上的价格高达了数十万美元 不幸的是 这也大大增加了偷猎者的兴趣 毕竟活着的盘羊不仅有价值 而且它们的脚至少价值五千美元 如果你发现这样的生物 你会怎么样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受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脑洞大开吧 拜拜